它在冒泡泡 快看 它外面有个层胶壳 里面是鲜嫩的 爆汁的 酥的那种口感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玉米小丽 那到了秋天呢 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进步了 这时候就特别想吃一些 油润的 酥香的 热乎的食物有没有 那今天呢 我们就用健康的 快捷的方式 来一个苹果空炸排骨 一锅出 排骨用了净肋排 让整块烤出来更有感觉 因为这个排骨没有焯水的过程 所以我们要用小苏打去浸泡它 可以让它更好的释放出腥味物质 另外一个可以让这个肉的纤维软化 排骨已经泡了一个小时 我们再接着把它冲洗干净 洗干净的排骨啊 我们控一下水分 这样干燥的肉 做腌制才是有效腌制 切了半个洋葱 另外再切一整个苹果 苹果里面的苹果莓呢 一个是可以增加香气 另外它也可以软化肉的纤维 让肉吃起来口感更加的鲜嫩多汁 橙子呀 菠萝这种再次方的味道 并且多汁的水果都可以 关于排骨的调味 用的是叉烧酱 美式烧烤酱 海鲜酱 家里有任何的调味都可以 就是一定注意 给它一个简单的甜味的来源 比如说给它一些蜂蜜 给它一些蜂糖 对排骨来说非常的搭配 所有的调味料放好之后呢 就用手充分的按摩一下 给它做个马撒机 更入味 最好用一个袋子去腌制它 是为了让酱料和肉汁啊 无缝隙的接触 一点也别浪费 把这个多余的空气排出去 大家记得一定要腌到两个小时以上 过夜当然最好了 更入味 这个排骨我们已经腌了一晚上 下面我们就可以直接空炸了 今天用的是北顶新出的空炸锅 它真的是一个高颜值的小可爱啊 这款空炸锅它的占地面积真的非常小 多小呢 相当于一张A4纸折过来的一个正方形 感受一下 先找一张锡纸 来腌好的排骨和苹果 洋葱 锡纸包起来 让这个排骨在里面有点焖烧的效果 一个小时它就做到了已经熟透 并且入味 并且有点接近脱骨的状态 我们把包裹好的排骨放进空炸锅 用180度空炸60分钟 其实它左边是温度 右边是时间 旋转起来非常的方便 而且还有个显示屏 最喜欢的是这个灯光 它会逐渐的亮起来 就有一种非常温暖的烟火气 你就会觉得是真实一个炉子 在烤东西 就很喜欢看它 昏明昏暖暖暖的感觉 这时候已经非常的香了 肉香 果香 洋葱香 有大量的汁水渗出来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肉会柴啊 因为肉本身还有苹果洋葱啊 它们都有水分 在这个狙烧的过程中 把水分逼出来 它们把排骨再摆回来 像是在明火上 BBQ的效果给它上色 这个时间其实非常短 空炸锅能完美的实现 让它焦糖化 产生美辣的反应 非常的香 非常的漂亮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高光时刻 让排骨直接用200度8分钟 记得按下这个翻面提醒 它就会中途提醒我们翻个面 看这是一面 我们烤了4分钟的样子 这边上色就刚好 作为一个厨房离不开 定时器的人来说 它有这个翻面功能 对我来说非常友好 哇 简直是高光时刻 它在冒泡泡 快看 太香了 太香了 完美的焦糖 这个香气简直是挡不住的 我觉得屏幕那边的你恐怕也能闻到 是冒着泡泡 而且它全程其实没有放一滴油 但是其实可以看到 这逼出了这个排骨当中本身的油分 并且它还很软 它不是很柴的一个状态 在手中是颤巍巍的感觉 因为这款空炸锅上色的效果非常好 真的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刚才太热了 我没法下手 亲自上手 直接啃 才过瘾 肉绝了好吗 因为它外面有一层胶壳 里面是鲜嫩的爆汁的酥的那种口感 我觉得它更倾向于有果香的美式烤肉的那种味道 非常非常的好吃 要有中国传统叉烧的这种香气 是一个非常复合的香味 太好吃了 而且好过瘾啊 等你交作业咯 拜拜 那作为北顶家的忠实庸顿呢 其实我拥有空炸锅和小烤箱这两款产品 也有朋友来问 这两款产品的区别和优势在哪里 个人总结了三点 给你们做一个参考 第一个呢 它们的加热方式不一样 菜品呈现的感觉就不一样 烤箱呢 它更适合这种汁水软嫩的菜品 它的锁水能力很强 空炸锅呢 它其实可以快速的 让这个外壳起到油炸的效果 更适合你想得到这种外壳非常酥嫩啊 酥脆啊 甚至有这种烧烤效果的菜品 第二点呢 就是它们俩的形态不一样 小烤箱呢 它是平摊在这里的比较矮 空炸锅呢 它是立体的 但是它占机面里非常小 第三点呢 当然是个适用的环境不一样 空炸锅说实话 在工作的时候 还会有一点点声音 所以我不会把它放在餐厅里 一般在厨房当中 小烤箱呢 我会让它在餐边柜上 非常安静的工作 那希望大家都能根据自己的方法去解锁 欢迎你来跟我分享你的心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